电影云的云里解忧 第二天牧田同学过来了 牧田建议小左出去透流气散散心 说不定还能恢复记忆 随后他们坐在小河边谈心 牧田说之前我就是在这里对你表白的 你还记得吗 小左似乎想不起来 为了帮助小左找回珍贵的记忆 牧田带着小左来到了自己的家 牧田的家只有牧田和生病卧床的父亲 而母亲是在生下牧田的时候就去世了 小左从进屋的那一刻起就浑身不自在 牧田笑着说不要拘谨 你之前来过好几次了 门外传来摩擦地板的声音 原来是牧田的父亲 父亲是以一种奇怪的姿势爬过来的 父亲的头藏在门后说 小左你能来太好了 以后你就是咱们家的儿媳了 我活不了多久了 牧田就拜托你了 牧田让父亲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而且小左丧失了记忆 婚约恐怕也不记得了吧 门外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拜托你了小左 小左非常诧异 一晚睡不着的小左沉浸在恐慌中 而这种恐慌是去了牧田家之后产生的 小左觉得自己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 才导致自己失忆的 这时牧田急匆匆地来到小左的家 牧田说父亲的病情加重了 他想见你最后一面 小左还没有想好 牧田就拉着小左急匆匆地赶回了自己的家 打开房门的一瞬间 小左整个人都不好了 父亲的头长着一长串头盖骨 就像一只巨大的毛毛虫 牧田解释父亲头上的头盖骨都是祖先们的 首先是叔母的 再上面是奶奶的 然后是大叔父的 总之祖祖代代的头都累积在了我父亲的头上 所以他们共享祖先的记忆 父亲嚷着 我快不行了 你们快去做该做的事 家族需要子孙的延续 恐怖的头盖骨刺激到了小左 让小左想起了所有的事情 牧田激动地说 我们的婚约你想起来了吗 因为牧田是独生子 必须要生一个可以继承血脉的孩子 不然祖先的记忆就无法延续下去了 小左吓傻了 推开牧田撒腿就跑 结果没跑几步 就被祖先的头盖骨绊倒了 我是不会让你离开的 就在牧田伸出毛爪的时候 牧田的头传来一阵刺痛 于是捂着头回到了房间 延伸出来的头盖骨 刷了一声也钻进了房间 小左没有逃跑 而是好奇地推开了房门 此时父亲头上的头盖骨不见了 而这些消失的头盖骨 跑到了牧田的头上 祖先们纷纷嚷着 牧田弄着干什么 快去抓住那个姑娘 是啊 不然你就找不到和你结婚的女人了 听到祖祖贝贝们都在催促着牧田 小左终于反应过来 掉头就跑 牧田拖着祖祖贝贝的头盖骨 爬出来拼命呼喊的小左 接二连散的惊吓 刺激到了小左 小左感到一阵眩晕 他坐在地上 此时祖祖贝贝们笑着说 太好了 马上就能举行婚礼了 故事就结束了 一腾润二这个作品还蛮深刻的 小左和牧田最终沦为家族 延续香火的牺牲品 这个故事还有几个细思极恐的地方 牧田拖着祖祖贝贝的头盖骨 肯定跑不过小左 小左却贪坐在地上 只有一种可能 小左又失忆了 小左就失忆了 是牧田将他送回家的 所以这种事情不止发生过一次了 牧田家族三发五次 故意吓唬小左 就是为了儿媳嫁过来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记忆的 最恐怖的是 牧田的这个造型生活基本不能自理 而小左就要天天给祖先们洗头发了 电影语呢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